大家我是宝珠 妹子搬到一间新房 由于手头比较紧 就在街上捡了个旧衣柜回来 随之怪异的事情 接二人三发生 一切来自于那个旧衣柜 惊悚恐怖故事 衣柜迷藏 在某个旧小区里 司机大佬正在卸载一些破旧甲机 从大班线的通知来看 应该说对这些旧东西 非常的厌恶 尤其是对一个笨重的衣柜 它的手上和脸上 出现了一些黑色的斑点 看起来像是被什么东西感染了一样 搞定了这些垃圾东西 司机大佬头也不回来开车旅行 而那些回收二手夹地的老板 可就真的捡到宝了 又可以重新翻修一下 拿到市场上去收买 失业女区人肉侍 在这个旧小区里租了一间房 签好租房合同 拿到房门钥匙 打开门一看 我等你 啥子东西都没有 收好的领包入住呢 收好的家私家电一应俱全呢 由于手楼上没什么存款 平时还要个信用卡来过日子 肉侍找打电话向老妈求助 借个一千几百的 添置一些家具 浪漫爽快打印了 随后肉侍就在网上 淘起了便宜家具 搞了一张椅子和一张利的 在经过小区的一块空地时 发现了那个老式的奔重衣柜 刚好房里没有挂衣服的柜子 肉侍靠着一层健壮的身板 一个人抬了上来 看着空空的柜子 竟然采取了一种奇怪的幻觉 等到肉侍离开的时候 旁边的一扇木门突然自动打开 晚上房间里还传来诡异的声响 当场下的肉侍内肥密尸条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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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来到房间一看 衣柜里的衣服乱七八糟 散在地上 像是被小偷网固过一样 肉侍的脖子上 也出现了个那是黑白的东西 和之前的那个司机大佬 很是相似 怎么搞也搞不下来 肉侍以为是床上有臭臭什么的 刚拿出手机甲照一下 旁边的一个突然发出诡异的怪声 虽然心里还是很怕怕 但自己租的房 害怕也要租下去 晚上睡觉的时候 衣柜又搞起事来 一直咚咚咚咚咚咚咚不停 肉侍这才发现 上面爬着个黑色的鬼东西 手在那里不停地敲杂着衣柜 肉侍当场就原地抱走了 溜出房间 结果却发现 衣柜也跟着溜了出来 那个乖乖在房间里溜来溜去 肉侍趁来摸到一把手电筒 瞎招一番 却不得怪物玩起了背后突袭 画面一黑 没了 第二天肉侍脸上也出现了黑白 将衣柜又扔回了原来的地方 回到房里没多久 就倒在了地上 头上还流出了黑色的液体 而之前的那个司机大佬 也同样安息 司法一毛一样 都是不明目的样子 一个白人小狗看到衣柜 打算搬回家里 全编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此时此刻的心情 只想送给大家一首经典老歌 路边的衣柜 你不要拿 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